神秘的魔法女巫,你了解金女梅吗? 金女梅女巫,种植冷却时间,时间码计算30秒,有点长哦 种植所需阳光200,所属分类法术系 当有僵尸出现在金女梅前方时,金女梅会发出一道紫色魔法 把僵尸变成小喷辜,对于不能变的僵尸会造成伤害 金女梅的攻击范围是上中下三行,而且还会左右开弓 金女梅施法后会有冷却CD,大致的时间,时间码测试一下,是17秒半左右 一阶可以把僵尸变成小喷辜 二阶攻击力提升,使金女梅变出的蘑菇,获得3秒的无敌时间 三阶攻击力提升,缩短金女梅攻击间隔时间5秒 四阶攻击力提升,根据实际测试的结果来看 金女梅大招种植时,释放概率约为80% 五阶攻击力提升,金女梅每次施法的时候,有一定概率触发弹射效果 同时对两只僵尸释放魔法 大招效果这里说一下,官网的大招说法是错误的 介绍文字是使用特殊的法术将几个僵尸变成大喷辜 实际上只能把地图上离物质最近的僵尸变成大喷辜 对于不能变身的僵尸会造成高耳伤害 专门效果,其他效果和之前雷同 唯一的区别就是,变出来的大喷辜还会释放一次大招 主要获取途径,无尽商店,盘利黑店,砸罐子,团购,充值有利本期就是 不过不建议这么购买,转进碎片等等 本来呢,金女梅的攻击间隔时间还挺长的 但是如果对金女梅使用了大招之后 就会刷新这个攻击间隔 金女梅就会立马再次释放 背景僵尸被释放,不会变成小喷辜 大招的作用也还是伤害 那么产哥的产子呢 魔法可不管你物理防御哦 本来金女梅是会对最靠近自己的僵尸释放魔法 不过场上出现如魔法式僵尸这类僵尸就会优先攻击他们 金女梅本身在天空之城是无法把僵尸变成小喷辜的 都是直接伤害作用 在巨浪沙天的海中看上去同样如此 不过如果给小喷辜带上了鸭子 那么释放之后 僵尸变成了小喷辜就会出现在海面上了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 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那么就是在僵尸所在隔种上连夜 小喷辜就出现在连夜上了 植物总结 这是一株魔法魅惑类植物 比起国际版来说有一定削弱 可变蘑菇类型少一些 不过实际作用还是不低 攻击力挺高的 可以造成不熟的伤害 不过又因为攻击间隔太长 限制了使用 综合来看 一接收藏即可 关于金女梅的测评到这里就结束了 万物皆可测评 我是小喷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sub indo by broth3rmax 感谢观看